塔石廣場連銷市場距離結束還有兩天 不少檔主都出盡法寶希望吸引更多生意 有售買蓮花的檔主說 今日開始是公眾假期期望人流會逐步增多 可以做多些生意 李禮祥說下 串串金、水仙、蓮吉、各式各樣的蘭花 這些都是應節的蓮花品種 不少市民都會趁礦蓮銷市場的時候買回家做擺設 牛蓮嘛 每個人買回些花去年 我想買回些蓮吉 好意頭花開富貴 而且這些花有亮 品種比較多 看下去生命版家比較大方高貴的那些蘭花 天氣凍好事來的 天氣凍可以的時間掛花比較長些 今年便宜了 便宜了20%左右 他說因為蘭花比較耐擺 所以就算到了收市 亦都不會割價蓄銷 照早塔石廣場年銷市場 有售賣飾品的攤檔還未開檔 而售賣蓮花的檔口生意已經不錯 200元一束的鮮花為了拿個好意頭 不少市民都不介意花這些錢 不喜歡傳統的棉花 卡通造型的棉花擺設 又適不適合你呢 減價之後剩餘159元 到了夜晚連銷市場熱鬧起來 還有財神爺向你拜年 今天開始應該放假 所以市民應該都要出來 開始 他的時政廣場 那個宣傳禁隔 我就不知道 他們沒有車位 即是沒有車位 沒有車位 機恩的時候 沒有車位 沒有車位 另外在孫日仙大馬路的 爆竹鹽放區還未開放 爆竹煙花檔的檔主 加緊為檔口進行佈摺 今年小食檔的位置 已經改到去爆竹檔的對面 又加了一些椅子 位置比去年較為就腳 澳門電視台記者李麗常報導